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STARTALK這個環節 今天很開心請到我們的特別嘉賓就是羅金榮 他是出於中年好聲音18強的 但原來他的來頭真是不少 首先歡迎你 大家好 原來他是一位前輩來的 我自己也做了少少資料收集 還有剛才開麥克風之前和他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其實他小時候十多歲就開始喜歡聽許冠傑唱歌 然後就開始喜歡音樂 之後也是經常聽譚詠麟的歌曲去上班 然後經常去到走廊 做了兼職之後就成為全職的走廊歌手 然後有一段時間也去到Busking 還有去過一些製作公司 去音樂人的地方幫他們做很多幕後 和一些前線演出的工作 我講得好不好? 對 但原來他對音樂的執著和追夢 一直這麼多年都沒有放棄 前前後後其實都去到二十幾年 超過三十年 超過三十年 計算起來 以為人所認識的 其實不是你現在知道的東西這麼簡單 原來你剛才說過和很多人合作 可不可以說一下他們是誰 和合作了什麼呢? 最早期寫歌 第一個我記得是寫給譚耀文 接著是李慧敏 接著是馬俊偉 接著是大家都熟悉的黃子華的藍天 這首是我最喜歡的歌 其他歌手也有阿Bico歌的時候 再出過一首 他在2005年的時候 一首所謂的全新 因為他有一段時間停了沒有出列 是的我知道 在2005年再重新復出 我寫了一首歌給他 跟他合作 一起寫詞的 叫做《煩惱自塵》 這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歡 原來是這樣的內頭很厲害 那時候你和阿B哥 都是比較多的相處 聽說你還在外國登台 你還有演出的時刻 是的 那時候我在他的公司工作 在1996年的時候 之後他的事情 令到他停一停 再復出的時候 我再幫他忙 負責組織組織 因為當時我們一齊有隊組織 是幫助他 去做表演 做功能 很多時候去馬來西亞 然後他又給我機會 獨唱一首歌 他換衣服的時候 獨唱一首歌 然後有當地的製作公司看到 然後他就自己個別 找我去馬來西亞 唱一首歌 和表演 很厲害 你的天分 對音樂的天分 是很難隱藏的 很多人發掘了你 加上以前 你差不多見證著整個樂壇的變遷 可以說是甲冰時代 樂隊 溫拿的時候 一直到走廊演出 我們曾經 Busking 原來他有個綽號叫什麼 Busking的始祖 沒錯 我也不知道 這麼多年前 原來已經可以去Busking 但是 他是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 他的Busking 是已經出了自己的ep 這首ep 有五首歌 就在當時裡面 一邊Busking 一邊有些朋友 向他招手 隨緣樂座形式 對 放少許打賞 接著就可以帶這些碟回家 對 這隻碟 各位朋友 就不是他拿來的 就是我們的監製 就真的很多年前 在旺角那邊 就看到他真人在那裡唱歌 那時候 其實他已經在一個 樂壇裡面 就有一些名堂 因為他已經是唱了很多走廊 而且經歷了這個Color OK年代 就是打碟 LD碟那時候 接著他就做了製作人 還有幫自己做歌 以及幫別人做歌 之餘 出了一隻碟 接著再去Busking 中間斷了之後 他也有四年 繼續延續在Busking那裡 哇 這種堅持是怎樣呢 怎樣得到樂趣呢 嗯 不停去享受音樂 嗯 就算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Busking的過程 因為當初 其實在街上唱歌 不是那麼普及的 嗯 就是當時的人 會用一些奇異的眼光 嗯 就是會看 什麼事呢 這個人 因為當年 你始終在街上表演 嗯 尤其是 食環處會買來 說你賣東西 哦 這裡不可以賣東西 嗯 我不是在賣東西 最多是賣藝 嗯 但是 賣藝和迷心 同樣地 也有很多朋友支持 嗯 當 譬如你自己唱的時候 沒有太多人理會的時候 你就唱一些 別人懂的歌 嗯 譬如一唱藍天 那些人自然就會過來 因為有可能是歌開心 嗯 還有唱浪子心聲 嗯 我記得這兩句歌是一唱的人就停下來 就會捉到那些人 嗯 香港人很有趣 香港人就會 一人一個停下來 他自然就會有另一個人來 養藝心理 因為其實有可能是怕醜 是的 如果一個人站在那裡看 看著一個人 就一對一的眼神 是的 就會怕醜 一個人站在那裡 然後兩個人自然 四個四個 八個 八個十幾個 厲害厲害 所以就是說 你的來頭和經歷 還有這麼多年的堅持 真是不簡單 那只不過這一次 這麼巧就有個中年好聲音 你又要給很多朋友來 鼓勵你 叫你繼續 嘗試再出來 讓人多些認識你 但是我知道你其實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 原來在那個LED 不是 LED碟的年代 卡拉OK時代 你唱很多 差不多三百隻 幕後代唱 超過三百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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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你剛剛開始流行卡拉OK 我記得是 譬如華納寶麗金 那時候他沒有出的 應該說還沒出的 是第一個出本地的卡拉OK 是飛途 沒錯 那時候我認識飛途的製作人 然後他做這些 就是拿了版權 然後他重新把這首歌製作出來 音樂 然後他要做一部分 叫做 Multi Audio 就是按那個Analog 可以聽到 可以聽到原裝唱 原唱 Digital就是半唱 沒錯 我記得這個製作 那個原裝 因為他不是原本的唱片公司出 所以他就要找人 所謂幕後代唱 所以有一段時間 很多人說 我做了幕後代唱 就是參與這些卡拉OK的製作 我猜如果這樣 當年我也有機會 聽過你的幕後代唱 那時候可能我不認識你的 但是應該是有聽過的 有可能 因為那時候我也知道打碟的問題 就是 一隻碟 就是滾下去 那麼多間房間 就搶著那隻 是 搶著那隻碟 大家排著輪著 是 原來橫跨了那麼多 不同香港樂壇的歷史變遷 音樂的文化 是 好了 回歸正轉 可能5月13日 就會有一個中年好聲音 其中一位的表演者 是 演唱會 這方面是怎樣 還有什麼準備功夫 這次中年好聲音 這個演唱會 應該我們都會唱 我們比賽的時候的歌 嗯 積極去練習比賽的幾首歌 練熟一點 嗯 有可能 就 版本 有可能長一點 嗯 因為通常我們比賽的時候 都是兩分多鐘 沒錯 有可能這次會長一點 正常花成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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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多 一四分鐘 這樣 可不可以講多一點 籌備這個 籌備這個 就是自己要多睡覺 對 還有 養聲 我自己的聲音 這幾年都有點 疲 所謂破了氣 嗯 有時候 低音不太出 但是唱一下唱一下 它又會回來 是啊 那這個就好像一個老人家 那樣 就是要做運動之前 一定要做熱身 沒錯 沒錯 要做熱身 是啊 因為剛才你說到 時間的問題 和中年好聲音 現在去到演唱會這個情況 但是之前那種壓力 真的 都會有少少影響自己的表演 臨場發揮 我也知道你有 一些情況裏面的經驗 想告訴我們 是嗎 是 在比賽過程 就是 我自己的壓力 不會很大 你說會不會緊張 然後影響到表演 我自己是有信心的 因為你經常去表演 演出經驗是豐富的 演出的經驗是有 是 站在台上 座底不會緊張 但是壓力來自 有時候會累 人的狀態 或者有時候等得太久 我試過 由50強 晉身25強的時候 就是PK 然後在那段時間 等了8個小時 真的等得太久 當然彪哥等多久 彪哥是第一個出場 對 我是最後一個出場 對 那他的年紀跟你相差 但我很敬佩是彪哥的 彪哥的體能很厲害 他很健康 他後來一直打下去 我這麼多集都沒見過他累 他不會說 真的很累 或者很硬睡 我沒見過他很硬睡 有可能他本身 他真的操得很健康 所以身體也要做多些熱身 來準備好菜式 對呀 還有 對於我來說 有時候會 因為我在製作方面 的認識 比較豐富 變了有些過程 就是在台上 發生某些事情 我會很敏感 我會很敏感 這件事差一點 那件事又可以好一點 是不是這樣 有些人就會 未必聽得到 我明白 有些參賽者 有些參賽者 他可能只會 顧著自己唱歌的歌 但我做開製作 就是 一有一點 其他事情 不同的 對 有些出了一點 問題 瑕疵 不要說問題 我都會 會這樣 這個其實是對於我自己 我一個不好的習慣 因為就是多重心份的問題 這個是不好的習慣 是嗎 其實應該是不要來 專注 所以我現在 有時候也會想 到現在 我還沒有一隊正式的 樂隊 樂隊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樂隊 樂隊 有些人 我自己要求的東西 太執著 或者要求太高 很多時候 有些少許瑕疵 例如鼓 打一個pattern 或者打一個節奏 它有些少許快了 或者慢了 我都會不舒服 其實應該 可以說 全部人都應該拍子 對音 如果你以專業的角度去看 去處理一些所謂的音樂上的事情 因為有時是Live 是啊 但我有時太敏感 就會影響到自己 相對我找人的時候 都要求很高 同樣的 要求那麼高的時候 你要找職業學手 我暫時還沒有這樣的能力 但如果找一些比較不是職業的 叫做半職業的 有可能他也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現在都站在一個尷尬的位置 是啊 一直都未能埋起樂隊 嗯 其實夾樂隊都是不容易的 第一要遷就時間 第二要遷就大家個人的程度 是啊 而且有時都真的 是夾 性格的 是啊 性格也很重要 是啊 所以有時有些弱點 有些強點 有時又要拉高一點 或者有時又按下自己低一點 來遷就 那這件事需要很多磨合 是啊 需要給點時間 或者大家 嘗試 但我知道你呢 就不只是玩結他一個樂器 你也會打鼓的 我喜歡打鼓的 是不是 哎呀 下次和你夾一下 很棒 我都會打鼓 但我一定沒有你那麼厲害 但我是彈琴的 嗯 有機會玩一下 你彈琴我打鼓 找到一個彈吉他 是嗎 可以唱 不是你彈吉他 我彈琴說家瑤打鼓嗎 哈哈哈 家瑤會彈琴的 不是吧 完全猜不到她 家瑤她說會練鋼琴的 是嗎 她彈到的 就是你有沒有什麼 教過她的 我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前一陣子 那她可以找我補課堂 哈哈 我前一陣子跟她掌握 然後她說 原來 她都打到幾個 打到些鼓的 我們要試一下 她練習她會做到的 我們應該開一個叫做 選一下那些 一群人一齊來 欣選一下 做一對 A級的 B級的 C級的 中年好樂隊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們要叫什麼 自彈自唱 組合那些 你明白嗎 可以了 其實很開心 我們跟羅金榮哥哥聊天 你英文人叫Wing Wing Wing Wing哥 我們就知道 他是一個前輩 歷史真的太多了 其實未來動向 有沒有一些新的東西 想告訴大家 聽一下 接下來會出自己的新歌 嘩 又有新歌出 希望 完結了演唱會之後 嗯 因為始終中年好聲音 那個勢頭還是很厲害 是呀 我想 完結了 整個比賽完結了之後 到演唱會 再完結了演唱會 後續的事情還會一直發生 是呀 我想 要啊 因為我聽你說 雖然是十八強 但是很多朋友都給你意見 以及分享 就是說 覺得 你以這樣的分數 是高的了 大家都知道你的水準 好節納 是呀 好節納 是呀 還有很感謝 參加了這次比賽之後 嗯 外面行內的 同行的朋友 同行的朋友 很多都很支持我 是呀 譬如你 我也會很支持你 是呀 我們之前都 是呀 大家不是這麼認識 是呀 不懂的 但是呢 聽完她那個比賽 我都給了一些平原 原來 剛好這條片你真的有看 是呀 而你也覺得 我評論得很好 有些人真的聽不到 那個位置我聽到 認同我那個 音樂的情況 是呀 那我很感謝你先 還有我覺得你真是很nice 還有就是 我最喜歡那些人 是為一個夢想 堅持這麼久 嗯 因為是不容易的事 是呀 是呀 即是你說 開始容易守住難 是呀 守你是多麼難 那一定要一個很大的堅持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 她很多不同的領域 她都去發掘的 即是初時就說 她自己買一套 機回來家裡 開始去唱 不是在浴室唱的 然後呢 就真的嘗試去卡拉OK 現場唱 唱唱一下 被人認識了之後 又請她去酒廊唱 去酒廊唱完之後 又去過街上唱 亦都真的去過其他外國的地方 亦都真的有一些叫做 正職地去不同的場所 幾個地方的全職做一個歌手 嗯 是呀 是很難得的 還有呢 做音樂呢 真的未必找到飯吃 是真的要用很多很多的開創 很多很多自己的能力 去不斷去跑才行 所以 你說做一個歌 幫人做一個歌 這些 是她初時在 買了一套機回來 在家裡開始唱的時候 哪裡有想到呀 那時候 你告訴我 是十五歲 是呀 是呀 其實沒有想到 沒有想過 其實小時候的夢想 是想做足球員 是呀 就是一個運動人 是呀 想不到自己會 從事了音樂這一行 嗯 想都沒有想過 而 所說的 奮鬥了這麼多年 到終於現在 到了這個階段 剛才 再補充一下 就是 比賽之後 嗯 只剩下很多 行內人的認同 是呀 還有很多行內人 都會覺得 你真的堅持這麼久 終於都叫做 做到你想做的事 嗯 或者大家 所以很多人都 再聯絡回 然後又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合作 是呀 因為我始終跟 那班 例如八、九十年代那班 是比較熟一點 嗯 甚至音樂人好 或者歌手好 嗯 比較熟一點 新那一處 就已經是Generation不同 嗯 已經有距離 他們在電視螢光幕 看到你的時候 真的覺得 很親切 以前都跟你合作過 譬如有馬天妮 即是阿孫先生 然後 你也有幫歌手做一下歌 你也有幫他安排公司的發展 是 即是很多元化 還有 你可不可以去做音樂 也有製作上的認識 即是 基本上我是可以 做完整首歌 所有的 即是 所說的 producer 即是監製 明白 監製要 譬如你要選歌 嗯 選歌 人把聲 對他唱 要跟著詞 嗯 詞 那個artist 唱那個故事 風格 或者一個訊息 風格 然後 對回詞的音 對不對 就是merody 嗯 然後再要製作的時候 唱歌的歌手的聲音 應該用什麼咪 可以令他發揮得最好 然後錄完之後 整個過程 其實編曲都要跟著 明白 最尾就是混音了 混音完之後 之後做好了 之後 我們現在所說的 再要做mastering 就是舞台處理 明白的 那件事才可以叫做完成 就交給唱片公司 或者交給宣傳部那邊 去推廣出去 下一步日 就可以再交給我 幫你拍MV 哈哈 那MV我就很少參與 是啊 我們都可以合作的 好啊 然後又可以再搞一些派台 開一些叫做opening的推介會 嗯 那這些都是可以很多的鋪模 發佈會 發佈會啊 推介會啊 歌迷會啊 都可以有很多活動可以去搞 那我覺得你這個人都很好學啊 還有就是很廣泛 但是你集中也是在音樂的範疇裡面 說一下好嘛 是 我基本上 可以說一起來就會 我一起來第一件事 剛剛講過我的夢了 哈哈 是不是 那個 一起來 開著電視 看新聞 嗯 這是我的習慣 嗯 因為我們做創作人 要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嗯 很多很多有可能 有些人不會覺得 啊 做音樂要留意世界新聞的嗎 其實是要的 沒錯 其實做音樂做創作 不要只做音樂 做創作人 應該要留意身邊所有的事情 沒錯沒錯 還有你的思維 你的思想應該是世界觀的 沒錯沒錯 那你想的東西就會闊 對 對了 涉及到很多範疇 譬如宗教 都有 或者是心理學 或者所謂的思想 你這個是不是 就是 假設性 有時候我們 譬如 譬如 這樣說 一個歌手 怎樣才可以 譬如有自己的風格 有些人說 譬如現在的歌手 為何他的聲音 為何好像沒有什麼 變色度不高 其實有可能他們的思維 是未去到 抽離了現實的世界 嗯 因為你要抽離了 你才看回自己 嗯 你看回自己的時候 你便會看到 這個是誰 你要別人認識這個歌手 這個歌手 那你是不是要先找回自己 嗯 正所謂找回自己的存在價值 或者意義 你這個人才可以 有所謂的 意識形態 嗯 要不然你長期都是在那個 那個圈裡面 你都是聽著 時下流行的音樂 嗯 都是隨著那個主流行的時候 你不會擴闊到 你不會知道原來 所謂的 人上有人 天外有天 一山環一山高 一山環一山高 嗯 或者相對的 哲學 嗯 或者思想家 都是這樣的 他們都是一個原本的 嗯 很多哲學家 都是他自己的一套 想 慢慢慢慢慢慢 創造了 那一套 的哲學 嗯 那思想家就是 你思想家 你不會想別人想過的 嗯 你一定是自己想 你自己思維的東西 然後之後 那是否可以實踐到呢 嗯 或者是否有邏輯性呢 嗯 那這些其實就是一個創造 一個創造 嗯 我們做音樂 或者電影 或者從事藝術 或者範疇大一點的時候 就要有這件事 嗯 除了貼地之外 也要加上這些 這麼雲工 這麼多知識的東西 去發揮一些思想空間的東西 對 才可以創造到 多元化的音樂 嘩 所以我覺得跟你聊天之後 我呢 領域都闊了 那人 知識都增長了 多謝 所以就說是前輩 這樣解 那我們這個STARTALK環節呢 就很多謝我們的 中年好聲音十八強羅 金榮榮哥哥 今天呢 接受我小妹 白姐姐這個的訪問 還有呢 知道呢 她接下來有新歌 也會派台 祝她一齊上來先 謝謝 還有5月13號的這個演唱會 中年好聲音的演唱會 就演出成功的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謝 多謝大家 遲些再跟大家 公佈她的新消息 還有這首歌叫什麼名字 好見 遲些見 拜拜